來到小貨車旁便一刑警 前後包夾逮捕這名黑衣男子 原來他是詐騙集團主賢 在工地打工被警方逮個正著 底下共犯接連落網 霹靂小組全副武裝 來到住宅持強攻堅 男子躲著上半身 還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剛睡醒搞不清楚狀況 看見警察才發現事大條 而男子身分曝光 竟然曾是亞運全級國手 走上來一台穿著紅色服裝的 正是前全級國手鍾俊安 2007年稱霸國內男子57公斤級 多次奪金 剛度入選亞運獲得第五名 還曾是印尼總統杯冠軍 退役後淪為詐騙共犯 因為身材精壯 被主賢指定負責拘禁監控被害人 包裹 誰的 我朋友放在我這邊了 我不清楚 怎麼時候放的 茶口多達200包的毒品咖啡包 警方逮到詐騙集團 包含主賢共五人 他們在網路假冒成資深媒體人 陳文茜 連署上騙人投資 一名被害人信以為真 前往銀行匯款四百萬 沒收到獲利 驚訣是詐騙 這次被逮的全級好手 鍾俊安 七年前就曾染毒加入黑幫 踏入警局 風光一時不愛惜羽毛 利用先天優勢 淪為暴力淘汰集團打手 令人不聲唏噓 才能請問正常的陳怡軒 C北才能報導